她是用什么名义跟你讲 她是你那边的人 我公司的人 跟网红小哥哥爱里拍片 这名样貌搅好的女子 控诉有人以对方名义 邀约工作却惨遭性侵 气得爆案 女子说先在高雄巨蛋 被一名男子搭讪 声称是爱里的助理姚代言 她拒绝后再有一名脸书 叫做平优界的人来私讯 也是约代言 后来双方约出来拍大尺度片 酬劳开出35万 而赴约的跟巨蛋搭讪她的是同一人 声称是另一名助理小林 他就说上车之后 我们就开始讲正经话什么的 你在做什么工作啊 之类就开始闲话家常 然后就开始乱闹 然后闹到荒角以外 然后停在草皮上 他把后面的座椅整个扁下来 就变成像是个床那样 然后就脱腹子 然后就手就过来了 对方却将他载到岗山 一处水沟旁假借借位拍摄镜而侵犯 说好的代言费 当然一毛也没附随即 关闭脸书 对话曝光 冒用助理名义 还装作跟小哥哥艾里本人讨论开假 这下艾里也才警觉身份遭冒用报警处理 本分局日前获报后 已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目前正积极查办中 艾里也质疑是预谋犯案 不止一人被夹助理找上拍广告代言 强调自己敲通告都已有蓝勾勾的账号约访 提醒粉丝的万万别上当 TVBS新闻 徐志宏李建伟红亭 台北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